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做这个手链 我们准备三根72号玉线 这两根长60厘米 这根长3米 然后我们先拿 这两根60厘米 开头我们先预留 13厘米 然后把它固定好 这边固定好之后 然后我们拿这根 长3米的线 对折 然后从这边 中间位置 我们编一个平解 推上去 推上去 这一边 好,这边一个瓶结变好了 然后在两边各穿一颗4毫米的柱子 两颗柱子穿入之后 我们再编一个瓶结 再穿入柱子 再编一个瓶结 再编一个瓶结 再穿入一颗柱子 编一个瓶结 同样的方法 继续往下编 编到合适的长度 再编一个瓶结 我们编到合适的长度 跟开头一样 以一个瓶结收尾 然后现在 这根手绳的长度是 15厘米左右 现在我们收尾开始 把这边多余的线剪掉 我们把手绳这样交叉 拿一根多余的线剪掉 我们开始编平结 再编一个瓶结 再编一个瓶结 五个瓶结 五个瓶结编好了 也就是一厘米左右 然后我们要把两边的线剪掉 我们把这根线稍微处理一下 把它这个线头藏起来 然后把这边的线剪掉 然后把这边的线剪掉 在这边的线剪掉 在这一面看 它就是没有烧结的痕迹 现在整个手绳的周长是16厘米左右 我的手腕周长是15厘米 它刚好适合我 然后我们在下面穿入两颗竹子 在这里我们随便打个结 好了 这个手绳就编好了 然后我们在下面穿入两颗竹子